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刘长花的丈夫出门干活时发生车祸 摔成了重伤 再也涨起来 现在刘长花自己又摔了一年 她实在不敢想象家里撞过 参唤在床的丈夫 胜了年纪的婆婆 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刘长花的腿很疼 她感觉到自己的世界阴隐密度 刘长花在家里坚持了五个小时后 还是扛痛男人 在大家的劝说下 被送往尊寨诊中心卫生院 经过S光线 检查下来的是 病毒粉术性不在 这种手术 曾大镇中心卫生院从来没做过 过去这种病人都会被转到县医院救治 刘长花却一再恳求不去县医院做手术 因为她听说县医院的手术费用 最少得四千多块钱 当时刘长花一家 还没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医疗费用都得自己付 虽然在乡镇医院手术费用低一些 但是曾大镇中心卫生院 能承担下这次手术任务 镇卫生院所有在场的医生 马上开会讨论遇到的困难 我们这几个医院 躲着个手术 风险性很大 记忆过 就是它引起暢上这环节烟 后期的病发症头 用什么内固镜 用线啊 用钢丝啊 用冰骨枣啊 这内固镜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 可也不能眼见刘长花 这样痛苦下去 镇中心卫生院的医生 想到了向景平县人民医院 过来光伏的医生请教 流彩病骨的 开放了分属性的骨质 这种骨质的 一般呢 都需要继续做这个 手术 那么做手术之中呢 难度的可能是 一个是出血的比较多 另外一个呢 就是腐费的比较困难 经过一番准备 医生们决定 就在尊寨诊中心卫生院 给刘长花做急诊手术 美国人去医院都看我 都是这样说 看怎么你就在这里做手术 觉得我走路肯定是 一缺一碗 在没有数学的情况下 就知道有那么多了 把这手术做下来 刘长花的手术很成功 而且只换了2800块钱 可是病床上的他 还是不放心地问医生 一年多过去了 刘长花的腿上 还能看到手术的痕迹 但是她已经能够正常走路 不是丈夫下地干活了 刘长花这次手术成功 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是县医院的医生 给她做的手术 那么为什么县里的医生 会到镇医院 给刘长花做手术呢 原来从2005年起 五国启动了 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 目前四千多城市医师 已经在六百多所 贫困县的县医院 和三百五十所 乡镇卫生院开展工作 解决了当地不少难题 看看老百姓 解决老百姓 看一下这个老百姓没有钱 用什么方法给他们看病 就是从比较理解 比较那个和服 那个强症卫生院的一些方法 拍下来的医生 必须要帮助这个 解决事件的问题 最后他们才能离开 就在我们采访的当天夜里 尊寨镇中心卫生院 来了一位小伙子 叫吴玉红 他说自己胃疼 白天一直在家请着 直到晚上 才搭着朋友的摩托车 一路颠簸 来到了离他家最近的医院 尊寨镇中心卫生院 他是普通的五个小时医院的 五个小时医院 我当我检查的时候 他说也考虑是难为人第一了 第一难为人 但是身体是不能够排除 肠筋卵 这就是我 胃药不能再吃了 医生赶紧给小吴输液消炎 小吴住院了 他觉得自己这不是天乱吗 只盼望病得不太严重 我因为觉得浓忙了 我爸爸晚上过来陪我 白天他要去干活 因为我家里 我二人刚刚生小孩 他都还没出来了 在月子里面 我妈妈要照顾他 照顾小孩 第二天一早 医生给小吴做了进一步 手术 手术 小吴根本就没想到 在这医院做手术 小吴能放心吗 我了解这比以前条件好 这里一个镜 加上这个冯村 或者医疗 看来小吴还真是仔细思考过 那么这里的医生 他也信得过吗 前个月我爱人 在敦寨镇中心卫生院的门诊部 我们看到了一些来这儿看病的乡村百姓 他们觉得镇卫生院怎么样呢 感冻发烧 感冻发烧都到咱们镇医院来看病 这些多方便的呢 这些医生也还蛮负责的 有哪些小会费有好会费吧 说不说呀 咱们得看看小吴的手术到底进行的怎么样 从医生和护士有条不紊的准备工作来看 医生们做手术应该是很熟练 看来兰尾炎手术在镇卫生院已经不是第一两例了 小吴的手术成功了 医生说他再有两三天 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他也没有任何并发症 由于小吴一家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他的住院费加手术费 一共只有四百多块钱 小吴妻子的抛肤传手术 也是在根寨镇中心内住院做的 小吴和妻子两个人的手术费用加到一块 还不到一千块钱 在镇医院看病 让他们既省钱又放心 外国我们如果开展 南威一个三期 像妇产口 我都破妇产 然后跟我婴 满症 基本上我们就 基本上是做 现在像小吴这样的蓝胃炎手术都可以做了 2006全省派出的医生是448人 96个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派出130个医疗队 到这个四百多市到138个乡村进行帮扶 带教 手术示范 是吧 查房啊 医疗示范 通过这些啊 带动了乡村为提升了乡村卫生员的服务能力 虽然说现在像敦寨镇中心卫生院这样的医院 医生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离乡村百姓的家又近 但是还有些百姓宁愿放弃乡镇医院 选择到县城或者是更大的城市里的医院就医 採访中我们得知是他们觉得乡村医院的设备可能不够好 其实啊 现在很多镇级医院已经具备了不错的条件 国家也加大了给乡村卫生院的技术设备扶持 今年开始 中央按照中央的要求 被一般乡村卫生员配备8万元的设备 中心乡村卫生员配备20万元的设备 今年之后马上实施 大概每个县城卫生员吧 要配备20种 必须的基础设备 现在我们的记者要结束在 敦寨镇中心卫生院的采访时 一位大妈的声音声 掀起了我们的注意 哪不舒服 以前疼过吗 但妈的家人怎么想到 把他送到这里呢 同样得了疾病重病 刘长花和吴玉红都在镇里的医院看好了 据医生讲 刚刚住进医院的龙大妈 需要在镇中心卫生院接受胆囊方面的手术 这次县医院的医生将指导 敦寨镇中心卫生院的医生进行手术 以后这样的手术 敦寨镇中心卫生院的医生就可以自己做了 过去啊 咱们乡村百姓怕得病 得病以后呢 因为怕看不起病 乡村医生怕解决不了极难重症 渴望技术培训和支持 现在呢 有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和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以后 这种情况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呢 每座乡镇医院各方面的水平 不能一下子都变好 但是小病不出村 中病不出乡镇的生活 离咱们老百姓啊 是越来越近了 花季少女从小遭遇了什么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 一家人又将如何度过 敬请关注 相亲相爱一家人 记录真实 服务民生 生活567 和你在一起 千百万家 安居乐业 百家门业 唐云生 烧鸡烤压店 小粉投资 让您精心当老板 说起一个人的16岁 一般呢 我们都会用花季来形容 但是这对辽宁省普兰店 宋家村的张于心来说 她的16岁可远远没有花这样美好 那么她的生活 又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 她就是16岁的张于心 每天早晨的这个时候 她都要起床 照顾今年已经80岁的曾爱祖母 这位是她今年已经84岁的曾爱祖父 他们这儿也许您会问了 张于心的父母亲都在哪 她怎么会照顾这两位80多岁的老人呢 事情还得从11年前说起 这是张于心的父亲张文心 这是母亲罗东美 一家人生活的平静而幸福 可是张于心五岁里面 意外就不期而至 这面严重度 一看俩也就不行 随着于心慢慢长大 她也会长车问起自己的爸爸妈妈 女儿说话难受的时候 发东西可以看见父母的虾 看了感觉心里挺难受的 看了别的父母 别的孩子有父母 并且是少了父母的关爱 于心的性格从小就非常内向 这孩子她和一半的孩子她不一样 你就是爱说话吗 我爱说话 为了让于心能有所改变 于是古西之年的增外祖父和增外祖母 靠着镇政府每月发的260块钱 养活起了小一心 就这样一晃十一年过去 他们二老也都到了80岁的高龄 于心的增外祖母还得了糖尿病 最气准 你看手都肿成这样 由于长时间的病痛折磨 她现在只能整个人在炕上动过 就是有二两个人在 反复他能粘到什么地方 一定要供到什么地方 没点没骂 什么地方都给他供 供出 我接着有我的口气 那时候我每场我可以送到狗中那 我活着口气 现在张一新已经上川了 她也承担起了照顾二老的重感 每天她都要这样给增外祖母 穿衣服 梳头 喂药 不过今天可是个特别的日子 因为是妈妈的生日 所以增外祖母想让她 把妈妈的照片拿过来看 可是于心一听到妈妈 刚才还有说有笑的她 顺时就连累了 她一想看还不得送 好像不得敢看 看着不难送 现在于心已经上初二 由于学校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目前她的学习成绩正在一步步的上升 在学习当中来看 她应该说非常刻苦 也非常气愤 这个非常好学 同时呢 她在这个班级里面 带领班级的干部 所以对班级里面 说分管的工作呢 她干得非常优秀 虽然现在学校的课程挺紧的 但是于心每天回到家里的时候 还是尽量的多干些活 现在于心的家庭状况 已经得到很多热心人的关注 同时政府相关部门 也给予他们家不少的帮助 皮口边房派出所的林姐 还经常给他们家修补房屋 并把这个张云熙 列为了我们关爱无助儿童活动的关爱对象 定期的对她进行资助 在大家的帮助下 于心的性格已变得开朗了许多 你看 临世的时候 她还经常在家念念毛笔字 虽然没有父母 但是又提到他们的照顾 我感觉过得也挺快乐的 这是于心每天要写的日记 她觉得有这么多人关心他们和帮助他们 他们一家一定会度过难关 因为他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们二老的身体能好好的 等我将来考上大学 一定好好照顾他们 要让他们二老或少好日 看着一个16岁的小姑娘要承担这样的责任 说真的我的心里挺难受的 不过从于心的言谈举止中 我们也能明显的感受到 她现在已经慢慢的变得开朗和乐观起来 她说她唯一的心愿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考上一所北京的大学 以后能让曾祖父曾祖母他们二老来北京 走一走看一看 在这儿呢 我们也祝愿她能够好梦成真 好 好